現在我做韭菜花鮮油和鹹酸菜 現在先炒鮮油 我可以用後鮮的油 不用太多油的東西 少許油 少許水 蒜頭 這些是上次煮的蒜頭汁 剩下的蒜頭 所以不用節儉 最好快點用完 下薑 下油 下油 鮮油 要炒至乾水 先拿出來 不要緊 可以拿出來 待會再調味 先炒熟 下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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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調味 下薑 將薑 煮至八成熟 就可以了 炒菜 後面會放回 翻部 再翻炒 这时候可以加些豉油 我会加少许胡椒粉 因为鲜油可能也有腥腥的味道 捞起它 现在可以炒韭菜花 再炒蒜头 韭菜花似乎是否软 通常我都尽量不下水 因为下水就软了 不好吃的 如果炒韭菜很干 你可以加少许水都可以 如果炒韭菜花 我会加少许酱油 或者加盐 加少许酱油 要加少许鸡粉 我会加少许鸡粉 炒韭菜花 不错 炒韭菜花 也会加少许鸡粉 还是很硬 因为它是灌状 可能我会用少许鸡粉 可以加少许鸡粉 这样插手 切木材 小油 切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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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看到有水在底 这个时候可以混合 首先鱼鱼 和咸酸菜 其实鱼姐喜欢加点指天椒 但我怕它们有些人不能吃辣 但是要加点指天椒才好吃 刚才有放了羊青椒 也有剩餘的 剛才羊青芝要剩餘的 哪有的羊青芝? 還要有的羊青芝? 紅的羊青芝 有水就不用怕它會焦 你保持盡 我會放少許 不會太辣 這些就叫做整色整水 不需要 鹹鮮菜 比較均勻 鹹鮮菜 這樣就搞定了 鹹鮮菜 原來很大 很大盤菜 原來 吃不吃飯 我懷疑 我想一會兒菜要不要炒 做一碟 不要用來炒 看來不太好了 好 有一個 有一個 是否很美味呢 先用清菜 鹹不鹹一 thể 先用其他 喝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